你从哪边过来的帅哥 从那个 长生那边 黑色的 主要是黑色的市场比较难挑 昨天不是看到那个水晶色的 水晶色比较难挑 然后我就给你又挑了一个黑色的 男生用 好看一点 对吧 上面贴的有那个水晶膜 你慢点 对 这个pro它是它那个处理器比那个要好一点 知道吧 这是高通骁龙的处理器 要炸 炸水灯吧 啊 这个账号 你要什么账号 微信账号吗 是 都可以的 你先看一下外观 对 你先看一下外观 这都没问题的 这里边都没账号的 没账号的 我们的挑一的时候都是没账号的 看到没有 都没账号的 有账号的话也不可能给你 你自己注册一个就行了 手机号查了 然后你看一下 这上面贴的有一层膜了 有一层水晶膜 看到没有 一层水晶膜的 这主要是黑色的还是好看一点 是有买个买个 买个杂色的 刚才给你发的那个颜色 这个机器都不好找 我又本来是想给你拿那个了 最后本来是过来呢 然后的话 有一个黑色的 我就过来给你拿 我拿过来了 你直接违款给我就行了吗 还转转支付宝就可以了 你没有资料管了 你先 ok 好 抽袋了 那你现在回去 回来呢 明天上班呢 明天还上班 那行 下次有休息的话 咱们再联系 苹果11什么价格 苹果11降价了 我知道降价了 这是什么价格吗 全新的现在4,12 前两天还要4,500 这两天降了降了三四百 我又本来想买苹果11 等会我回来试一下 买什么11 买12吧 十现在 四五千块钱 啊 看不起 它不能买一个 这玩家可能应该 买个二不也可以啊 买二手三千多 他他都问他嘛 价格凡是三十千 九十九十一是吧 十一 买S吗 谁也可以 4000多块钱 是吧 那个 不能就是红版 又是12才4000多 我都在1111 现在3900 二手就可以拿得到 双卡的 单卡356就可以 他分担双卡 行 拜拜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黄哥 刚才呢 是有一位同城的粉丝来这边跟我拿一台安卓的手机 是一台华为荣耀的荣耀50pro 也算是今年刚上市发布的 就给他挑选了一台 是一台8加256配置的 目前这台机器呢 全新机还要3600多 但是二手机器呢 目前拿回只要278就可以了 二手机和全新的差价还是比较大的 他不像华为的机器 华为的机器呢 目前新机还是处于一家状态 二手机更是不是特别的掉价 自从华为与荣耀分家之后呢 感觉荣耀的销量并不是特别的好 不知道这是不是脱离了华为的缘故 此番荣耀50系列也搭载了高通骁龙的处理器 整体的性价比呢 也还是不错的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再去市场里边挑选一台苹果的ipad 现在呢 我们再来挑两台ipad 都是一些老款的 一款是2016年发布的i2代32极wifi版本 一款是2017年发布的ipad第五代 也是32极wifi版本 这两款ipad呢 基本上是处于同一水平的 都是9.7英寸的外观 但是17年的处理器呢 要比16年的好一点 但是16年发布的i2代呢 它的屏幕要比17年的好一点 它的屏幕呢 是视网膜显示屏的 但总体上呢 这两款ipad基本都差不多 虽然说上市的年限有点有 但是性能依然够用 无论是上网课学习 还是玩游戏看视频什么的 都是可以胜任的 要知道这些ipad当年发布的时候也是要三四千的 但是过了五六年 现在拿货还要一千多 不得不说苹果的产品确实相对保值一点 因为苹果的产品呢 相对安卓一来说 它的耐用程度上面就要好了很多 所以说也就造成了它的价格行情不会有特别大的落差 经过仔细的挑选宴机就给老铁安排了 一台是给湖北的老铁安排的 另外一台呢 是给福建的老铁安排的 整体的机况都在95新左右 外观成色呢 也是比较新的 晚上测一没问题呢 我们就给他发货安排了 有消息说 三星的note商务系列呢 以后就不会再推出系列机型 所以说呢 这部note20 ultra呢 也有可能成为最后一部note系列的机型 但是不管传闻真假 这部note20 ultra呢 依旧是当下比较受欢迎的三星机型 尤其是他搭载的这块6.9英寸的am oled屏幕 显示效果极为细腻 不得不说三星的夜景显示技术确实是独步天下 就连苹果旗下的高端机型呢 也是优先采用三星的屏幕 这款2019年发布的三星机型呢 当时的售价也是高达上万块的 去年的行情 二手机将计拿货也要6000多 而今年的行情呢 虽然说行情少了一点 拿货还是要5000多的行情 可以说这部机型呢 是三星跳水王系列当中 少有的保值率比较高的机型 虽然说它的屏幕显示效果比较好 但是老化现象呢 也是比较突出的 所以我们在挑选三星的机器呢 也是格外注意它的屏幕问题 确保没有老化和坏点现象 另外呢 我们再测试一下它是否具有气密性 三星的机型呢 大部分都是具有ip68级的防水性能 气密性的完好 可以保证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部原装机 如果是拆机或者更换过配件的话 它的机密性就会丢失 所以说在这一点呢 我们在挑机的时候会比较严格一点 觉得有问题的 我们一律会淘汰掉